一直都不是娇气的 看我这样子的 我就 我就做个你看 我其实比很多 男演员还能直播 承诺着 走了有多遥远 大家不用用温柔和 每一美地来绑家 一年一度的微博之夜如约而至 各位明星可以说是争奇斗艳 尽显本事 现场更是百花齐放让人应接不暇 半个娱乐圈的女明星扎堆 这不仅是明星本人的暗自较量 也是各家粉丝发力的时候 说起此次活动的一大看点 大概就是刘亦菲和胡歌的作息问题了 胡歌的右边坐着刘亦菲 左边坐着刘诗诗 于是不少网友高呼 梦回仙剑三 看来还真是 右边是赵里儿 左边是龙奎 还和雪剑排排坐 这作息排得深得人心 仙剑的老粉们看得热泪盈眶 值得一提的是 胡歌和刘亦菲最终还获得了微博King和微博Queen 两人获得这个奖项基本没有人反对 我要谢谢刘亦菲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我跟她在《仙剑奇侠传》中 是赵里儿和李逍遥 当年我们一群年轻人 曾经许下过一个十年之约 赵里儿当年的愿望 是希望全天下所有的人 都可以幸福快乐 或许是因为这个愿望 让逍遥成为了此时此刻最幸福 早年的刘亦菲在电视剧圈出名 然后开始尝试进军电影圈 并尝试在好莱坞发展 这次她又回来拍摄了电视剧《梦华录》 且获得影响力第一的成绩 作为一名一线女星 稳坐天仙宝座多年 国民度更是别的女星难以企及的 此次被评为Queen也是实至名归 微博之夜的荣誉 奖项虽然不是主流大奖 且含有一定的流量属性 但她能获得这么多的网友关注 也是存在一定影响力的 此次出席颁奖典礼 刘亦菲的造型也是十分抢眼 她的礼服是由法国有名设计师 为她量身定制的 灵感来源于迪士尼动画电影 《睡美人》中的公主 整款礼服的表层由青色羽毛 和粉色花朵作为装饰 搭配了一条长长的托尾 给人一种梦幻般的视觉效果 直接让神仙姐姐化身孔雀公主 这套礼服刘亦菲还是全球首穿 重工打造的礼服 也是这一季最为奢华的一件 刘亦菲真的美得太夺目了 气质优雅滑贵 浑然天成 太高级了 比模特穿好看万倍 刚荣升为宝格力全球代言人的刘亦菲 此次佩戴着该品牌的珠宝 而且是全套系列 光一对耳环就25万 同系列手桌50万 加上项链价值百万 足以见得排场有多大 此次微薄之夜 作为红毯女王的迪丽热巴也有参加 有关注热巴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她可是好久没出现在红毯上了 这一次时隔这么久露面绝对是一大亮点 在现今的审美潮流中 受财是美的代表 因此 很多女性为了追求完美的外表 会选择瘦身减肥 然而 这种做法也导致了她们失去了曲线美 反而让她们的身材显得干瘪 不再那么美丽 热巴是个难得的瘦而不察的女星 她可以驾驭各种性感 夸张风格的礼服 因此成为了新的红毯女王 即使没有任何滤镜的动土 也能看出她的身材有多优越 可以说热巴的每一次红毯造型 真的很美很出圈 夸一句红毯女王真的不夸张 甚至可以说内鱼能超过她的 估计也就只有范小姐了吧 此次热巴的晚会礼服 则是一袭眉红身V脱地长裙 大家都知道亮色系的服装很难驾驭 把握不好就是俗艳 热巴告诉你什么叫做红毯女王 炽热的粉和红 华丽的蝴蝶结裙摆 配上银润的珍珠 将抑郁以你展现的淋漓尽致 热巴尽显雍容华贵的同时 又不失少女的可爱纯真 期间偶尔的一次回眸 闭起一只眼睛来了个可爱的Wing 让人的心跳瞬间露停了半拍 美得简直射人心魄 那么大家觉得此次微薄之夜 刘亦菲和热巴的造型谁更打动你呢 欢迎留言告诉小编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